再講郭智慧部長 因為這題有點天馬行空 然後大家看了以後 可是事後又發現說好像 並非空穴來風 先是天馬行空 但卻非空穴來風 那這怎麼辦 菲律賓設光電廠 再拉海底電纜拉回台灣 這個郭智慧部長講完之後呢 外交部說我們有一個 旅送經濟走廊計畫要跟美國 還有菲律賓還有日本合作 部長你怎麼看 我覺得是這樣子 你為什麼不認真的 專業的討論核電 在現成最可靠 最便宜 最低碳的 最容易解決的你不談 那你去扯一個 第一個 菲律賓政府買不買我們的丹 第二個 好 你要去種 要種在哪裡 第三個 你還拉海底電纜過來 那個地方最近都是軍事 非常敏感的地方 然後 好 我問你 這樣一度多少錢 我問你 在台灣一度五個 結果你邊回來一度幾個 這個都很現實的 那你 你今天一個簡單的問題 其實我也很納悶 為什麼核電這兩個字 是洪水猛獸 美國已經開始在 很多國家除了德國以外 都開始在增設核電 你們可以去查 甚至這個 當然核融核 核能專家跟我講 2028才有可能 但是這個不是我的專業 就是說今天很多的國家 是很專業的在恢復核電 不是 增設核電 甚至連日本都在做 那我們台灣 我也很納悶 我們憑什麼 憑什麼我們可以廢核 然後 這個到菲律賓種電 我也覺得 我也必須很佩服 這個都想得出來 因為你把電種在一個 我們都不能完全沒辦法 控制的地方 你就不要說菲律賓種電了 最近嘉義大譜 種電不就是已經搞得 人養馬翻了嗎 你在菲律賓種電 好 我請問你 我們跟人家政府講好沒有 那菲律賓憑什麼讓我種 條件是什麼 你在台灣 你幹什麼 立法院可以監督 你到菲律賓幹什麼 我請問你 立法院監督得了嗎 那這裡面又牽扯到 然後再提醒大家 現在那一條就是南海 軍事非常敏感的地方 你今天跑到那個地方去 你有太多uncertainty 然後我跟你講 一投下去 一投又投好幾千億 結果要說 不好意思 因為政治因素 因為什麼因素 我們要錢就丟到水裡去了 可以討論 但是你千萬不要當真 因為這件事情太多 第一個不確定性太大 國際的政治風險太大 然後非常現實的是成本 然後最後我問你 誰來施工 什麼來施工 大家先說清楚啊 我們台灣有幾家廠商可以施工 這個都是很現實的 然後我只是提醒 專業的來討論核電 不要都要想空 想空 很簡單嘛 價錢是最 價錢是 好 你從菲律賓重電過來 拉海底電單 我請問你碳足跡怎麼算 碳足跡怎麼算 因為你的 拉海底電單的施工 所有的過程 這叫做全工程生命周期 都要算碳足跡的 所以它就沒那麼綠了 沒有那麼綠了啦 太陽冷 大家都覺得太陽冷很綠 我請問你 發電的當下很綠 製造過程生命結束以後 它就沒那麼綠了 再拉一條海底電單 它更不綠 那我請你這叫綠電嗎 它一度電的碳足跡多高 這個都是必須要的考量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為什麼要到行政院來討論 你到行政院來討論的時候 事實上在總統府討論 你派了次長去 你看是經濟不是次長去 行政院是副院長去 派來都是次長 在行政院開會的時候 事實上是很多的幕僚 很多的署長是坐在後面的 所以他們是每個部會 帶著你的政策來 院長要是覺得有疑慮 當場這些署長可以回答 那今天你到總統府 事實上總統講問一個問題 沒有人可以回答 沒有人可以回答 而且沒有人敢拍板 譬如說你今天到院會討論的時候 部長講了就是你這個部要負責 結果到總統府次長講了 總統府次長說 次長說我馬上回去問看看 這個東西就是會造成 我們一直在詬病的就是 政府的組織事實上是越精簡 越有彈性 跨部會的整合越好 這個東西就會牽扯到 大家都沒有談的 有很多人叫我評價 台灣政府跟新加坡政府 我說新加坡的政府是一個企業 台灣的政府是一個衙門 我們這個衙門上面 又有一個更高的衙門在那裡 運作的彈性沒有了 它的這個Flexibility不見了 而且新加坡的總理是個CEO 我們的院長是做官的 這個同樣的是小國 我們這種運作方式 是沒有辦法應付 這個全球化全球暖化 因為世界的問題瞬息萬變 好 我請問你今天總統府開了這一堆會 11月5號美國選出來的人是誰 這一個人對能源的概念 對氣候變遷的概念是決然不同 川普上來他說我們不承認氣候變遷 世界的遊戲規則就大亂 那我請問你當美國總統選出來以後 世界遊戲規則大亂 我們台灣馬上就會去燒到紅台北 那你覺得這個時候 你不需要把這東西考慮進去嗎 剛剛這個部長一口氣就把這個 到菲律賓去重點這個各種疑問 對啊 Question Mark都點出來 我在旁邊 那我是不敢揭話 因為郭志偉部長講說 半年內提出計畫 所以我不知道他 他到時候半年內拿出來的是怎麼樣 半年內 美國總統金不曉得是誰 你剛剛 部長剛剛想問我跟學寶 10月5號美國總統是誰 我們兩個都不知道 部長你知道嗎 沒有人 我想說順便問一下這樣子 沒有人 沒有人會知道 但是我看起來很多人在分析 好像是川普 對 因為美國的總統選舉很簡單 就是兩個字 經濟 再看他那就是經濟 經濟好 誰就當選 經濟不好的執政黨一定落選 很簡單 好多年以前 美國總統只有一個slogan就選贏了 What is that beef 很簡單 同樣的 我也問這些 這些在做決策的人 請問你 你講了這麼多話 請問你 What is that beef 到底重點在哪裡 牛肉在哪裡 我們老百姓有吃到嗎 菲律賓重點 我告訴你 真是去菲律賓重點 所有的島主都在菲律賓 授益的是菲律賓 我們得到什麼 我們得到是一個高碳足跡的 很昂貴的不太綠的綠電 那假如是這樣 要是能源局下面的幕僚就會跟部長講說 可能這個政策我們要擺一下 還要再靠 好 那個郭司惠部長在談這題的時候被立委司機任問 所以你到底什麼時候想到這個天馬行空 他還一度講AIT 後來說我也去不敢講美國 他說4月的時候就在想了 那有人就發現說6月雲豹宣布要去菲律賓蓋電廠 那如果是談好的是一個package 所以大家就會轉到說是不是雲豹去蓋 然後政府再跟他簽約 然後又可以賺錢就對了 就被質疑這件事情 很簡單嘛 你要去菲律賓 你標案怎麼寫 我們招標有一定的程序 錢要怎麼出去 什麼來感動 這個都是為什麼 我們對民進黨的難進一直有很大的疑慮 就是說你擺脫了 你在我們監督的範圍裡面 都會產生這麼多的所謂的大家不太comfortable的弊病 那你今天到一個我們根本地法 我們的民意機構 我們的媒體都監督不了的地方 那你不覺得裡面有更多疑慮 對 部長那個郭志偉部長第一個版本在講的時候 因為媒體健報第一天他有講 不一定是我們去設廠 也有可能那裡已經有廠 那那個廠是誰 是雲豹還是菲律賓地方不管 那他蓋好了我們不花錢蓋 我們跟他簽約買電 對 他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這樣有比較可行嗎 譬如說假設雲豹自己自籌資金去蓋 蓋好了他可以賣給菲律賓 也可以跨過海底電纜賣給台灣 那我請問你 那我們只負責後半段跟他買就好 我問你我幹嘛買雲豹的 我也要經過一個程序去比一家 可能對我們最有利的國際公司 就是說我們招標 但到時候只有一條從菲律賓拉過來 我們台灣其他都沒有 福建哪裡沒有電纜線啊 他還有講日本的 日本不知道哪裡 我是覺得 為什麼不專業的來談核電嗎 你都在想空 想空 你說這些五四三個都聽不懂 對